18年绝对是玄幻小说 IP改编电视剧大火的一年 很多深受人们喜爱的玄幻小说改编 成电视剧被搬上大荧幕 其中步伐舞动乾坤 豆魄苍穹 叶天子等玄幻大作改编 不过电视剧的口碑却一致铺了街 麦蒙乾坤 豆魄苍穹 天残土豆那两部大作 正是携手并且向着年度最佳雷剧发起了冲锋 不过凭借着庞大的圆柱粉以及流量的作用 向豆魄苍穹还是冲上了收视率第一 五毛特效 神改编 神玄角 好好的玄幻大作 动蛇生地改编成了武侠剧 雷剧 让圆柱粉或是新观众都只有失望的感觉 优秀的网友更是总结出了中国电视剧改编过程 可以说是相当的爆笑了 不过最近在大家对中国翻拍事业失去信心的时候 一部玄幻新剧《江夜》即将上线 导演组正式放谎 要完美还原小说 不止出粉 还要让众人满意 前篇的几部剧 是目前看来是铺接的 从选用的都是流量就可见一般 江夜目前看来是叫成功的 而且相对于其他玄幻小说 江夜的难度无疑会低一些 并非传统的玄幻小说 反而武侠契机更多的是侠契多 而且茂密的著作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人物性格细腻 这部一会使得演员和导演更容易了解剧本 而且江夜并没有斗气画马这个尴尬的问题 这部剧的选角和别的翻拍作品明显不同 剧作选人大胆创响 选用的是新人家老戏骨的组合 而从最近爆出的剧照来看 人物的还原度更是很非常高的 男主宁靴的饰演者是陈飞宇 女主桑桑的饰演者是宋一人 都是名不见经传娱乐圈里的新人 但剧组出其不意 老又结合 选来坐镇的戏骨可都是实力演技派 比如胡俊 郑少秋 金世杰 倪大宏 这部剧的用心不单单 只是体现在演完的选角上 对于场景的选曲更是极其用心了 为了还原出小说中的情形 其幕组取景大多实景拍摄 剧组更先后去了新疆吐鲁番 善善 红河谷 那拉提 在李莫湖 南山菊花台 贵州立部 都民影视城 襄阳唐城影视等的 上边将入大漠 剧中服装道具也制作得十分精良 甚至可以媲美演戏攻略 称得上是良心之作了 当然最近烂片实在是太多了 虽然本剧说的是天花烂坠 剧照放出来 也是跟中好看惊喜 当时斗破苍穹当初也是这个样子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